我一共教了29年的書 可是其中我選《紅樓夢》的幾乎近乎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左右 我那時候才五六歲 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書 大概我十歲看到我母親的那本《秀下紅樓夢》 我說這本書是一本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 對我來說《紅樓夢》是一本文學聖經 我想賈寶玉跟女性的關係其實非常複雜 好像賈寶玉見一個愛一個女孩子她都喜歡 至於這些女性對她都有特別的意義 林黛玉來講 林黛玉說她跟她兩個人是一段先緣 她們的前生神英使者跟醬豬仙草 在林和伴三生十半她們結的緣先緣 先緣是兩個零的結合 所以她們兩個人最後不能成為夫妻 也是非常自然的不是肉體的結合 我想婚姻最重要還是肉體的結合 所以她最後的時候她取的是薛寶釵 這也很合理 她處的社會是儒家中法社會 所以薛寶釵是儒家中法社會最和儒家中法社會理想的媳婦 所以我覺得後來薛寶釵嫁給賈寶玉她不是嫁給賈寶玉 她嫁給了中法社會她媳婦的位置 至於花西人跟她是另外一種俗世上的 她跟林黛玉是先緣 她跟這個花西人是俗緣 俗世上什麼呢 我想俗世的緣分跟女性的緣分 母親 姐妹 姐姐 或者是她的太太或者妾 還有卑女 這些 所以花西人我想扮演了所有這些女性的角色 第一次發生肉體的關係 所以她的肉身都給了花西人 人家說後四十回 遠不如八十回 我完全不同意 我覺得《紅樓夢》後四十回 我看不大可能從另外一個作者來續她 《紅樓夢》裡邊最重要的兩個關鍵 一個黛玉之死 第二個寶玉出家 這兩個關鍵的情節都是在後四十回 如果這兩個柱子折損的話 這等於《紅樓夢》怎麼說會垮掉 林黛玉 焚搞斷痴情 還有《苦降諸》《魂歸離恨天》 這兩回裡邊 把林黛玉這個知識的悲劇 她寫的 提到了一個高峰 林黛玉她就是個絲魂 她焚絲 把她的絲搞燒掉 等於是製焚 因為她失落了 她的愛情失落了 情是待遇了一生的追求 是她的信仰 她的情是失落以後 她覺得生命已經沒有意義 所以她要自焚 焚搞的時候 她把她賈寶玉 去贈送給她的兩塊手帕 一起丟到裡面燒 等於說她把她自己的情 她最重要的信仰 焚掉 林黛玉 她不再是一個 弱扭浮風的一個女子 而她變成一個非常剛烈 殉情的這麼一個烈女 《寶玉出家》是我們這本 整本書的最重要的一點 在雪地中 這個賈鎮回來 在船上面看到一聲一道 欸 就夾了一個人來 什麼人呢 穿了大的 星星紅的斗篷 光了頭 刺了竹 向她何時四敗 我一看是寶玉 臉上是悲是喜 完了以後 那個一真一道說 俗緣已盡 就把她架走了 這個賈鎮去追她 就看到 最後看到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那一片白茫茫大地 掩蓋了所有人世間的 其情六欲 稱貪吃愛 我的解釋是 這個紅斗篷 其實是賈寶玉 擔負了人間一切的情 而出家的 我想她 所以這本書又叫做情真路 情是她的宗教 我們都記得劉姥姥 一講到劉姥姥 我們就想她是香巴佬的代表 大天才無所不能 她寫一個鄉下老余 鄉下老夫人寫得那麼活 我想劉姥姥的身份更比較複雜 她不光是一個鄉下香巴佬 她有點像我們中國那些土地婆 她進到這個大觀園來 帶給了大觀園土地的生命 她使得這些貴族之家的這些居民 得到無限的歡喜 她把生長在泥土上面的那些茄子 鋼豆、青菜 這麼新鮮的東西帶進大觀園去 最後她再進大觀園的時候 她就把大觀園裡面的一員 喬姥姥王熙鳳的女兒救走了 就像土地婆常常現身來救人一樣 我想《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追憶嗜水年華 很多人已經考據了《紅樓夢》是曹雪芹 我想有她很大的四傳的成分 曹雪芹她同年、幼年到十三、四歲的時候 她看過繁華的日子 雍正的時候被吵架了 吵架一樓千丈 曹雪芹的晚年在寫《紅樓夢》的時候 已經非常潦倒了 所以她在寫這個時候 可能她追憶過去的年華 追憶過去的繁榮 至於馬斯奧普魯斯特那本《追憶四首年華》 也是她追憶她這個 在法國第一次大戰以前 那個貴族社會 所以她們兩個人我想 都有非常很切身的感受 我這一生 我選兩本書 對我影響最大 一本是牡丹廷 一本是《紅樓夢》 也很巧我說這一生 我也替這兩本書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個 我替牡丹還魂 牡丹又叫還魂祭 我重新替她做了青春版牡丹廷 等於是替唐先祖的牡丹廷 再一次在二十一世紀還魂 重新放到舞台上面去 我講《紅樓夢》 我出版了《白信文西斯紅樓夢》 等於說替《紅樓夢》下了一個註解